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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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後年都算桃花很旺 那明年的是野桃花啦 後年的比較正話 野桃花是什麼概念 就只打炮不談戀愛 蛤 好好喔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今天不得了了 今天大師出沒了 我們大聲歡迎簡少年 嗨 哈囉大家好我是這個命運設計系的系主任簡少年 今天來到這裡 我原本以為少年這個稱號只有我一個人這麼的 我賣相中年 還是又用對 不是 還是少年 還是少年 好 今年差不多18 我現在23 是嗎 那我小你一點 為什麼我們會今天為了這件事情請到大師來到我們現場 因為呢 我們製作人最近瘋迷算命這件事 他算命開始研究指揮斗數 有些他就開始上網開始找 他聽Podcast 他就開始跟我說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 他還不到40歲快要成仙了 18 還沒有18歲 快要成仙了 然後我就說 怎樣 他要死了是不是 沒有不是成仙 他在修行修道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就超ㄎㄧㄤ的 因為我們從那陣子以來 我們最近請進來的員工啊 全部都拿來算 這麼狂樂喔 基於我們是一個專業頻道 何不請個專業的人來 好的好的 我們再次掌聲 歡迎九大人 你知道我們在頻道開啟之前我算過 那個時候隔壁的飯店來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塔羅牌大使 然後我就說 我要算超人生少年這個頻道 以後會怎麼樣 會不會中 我翻開來死掉的話 我們就地解散 真心真心 我就當個員工的面 我就跟他說 我們就大家現在翻這張牌看怎麼樣 然後就翻出來的時候那個 塔羅牌大使 倒是一口氣 欸等等他就這樣 我說怎樣 他說無限 當下的兩個員工 閃一口氣 還沒失業 薪水要來 薪水要來 那你在算的時候 你有算到什麼時候 會開始變百萬嗎 你說會爆 你說你們還我 你是我喔 你自己開的時候你會先算 我沒有耶 我這個人知道 身為一個修行者 我們就是 世事如浮雲 明年吧 還是算一下 還是算一下 明年不錯啦 其實我今天 從早上我們從高鐵接到他 大概就幾個小時 基本上你要看這個人 算命到底算得挺不準 那都別人講的 那至少員工也跟我們相處了幾年 先從面相開始 喔阿萊斯反應超快 因為他耳朵很尖 然後性格非常之強硬 然後喜歡做別人不會做的事情 他覺得這才有挑戰 因為你耳朵這個骨頭很硬 然後鼻子 對阿鼻子很高 然後不要看阿萊斯看起來帥帥的 其實他應該是個很霸氣的人 因為他的這個鼻子中間的骨頭超寬的 他這個鼻梁的結很寬 然後眼他的眼睛很秀啦 所以呢 其實他這個人就是很有才華 真的很有才華 然後很聰明 然後很霸氣 但是呢他本身其實很照顧大家 但那種照顧是 他很希望從根本解決問題 他不是那種表面的照顧 有沒有準 有沒有準 其實你是精神領袖型的人 其實你是合創業 你是精神領袖 你不是那個管理者 這個我有前陣子我意識到 是嗎 我發現我不太會管理 為什麼連工作都走不好 沒有因為每次我來 我每次我進公司 我就問他說 大家餓不餓啊 要不要吃飯 不要坐了啦 這麼累下班啊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其實我們在工業的工程裡面 很常會用到風水 我們在工業裡面有堪稱 一個魯斑石 哦 就大家有沒有看過我們頻道 對對 這個很經典 這個很經典 以前我們的老師傅都說 上面做家具 下面做棺材 哈哈哈哈 他就說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桌子 對 不可以 你可以直接拉 你很厲害耶 你剛剛怎麼勾到他的 Magic 然後你拉起來 哇靠 這個沒有紅字耶 完蛋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業主在旁邊嘛 怎麼樣 拉在上面 拉另外一邊 有沒有紅字 銀符 哦 就是你坐在這邊 這個方向 方向往這邊來嘛 做生意 迎接福氣 六合大家談事情好談 哦 如果還行不行怎麼辦 還行不行 兩膏 你剛剛那時候不會刮到手 你真的很厲害 你又有一個訣竅 就是他小動作 就是你收的時候這樣手 要碰一下 你真的很酷耶 我覺得拉比較帥 也是拉天王老闆 怎麼拉 你現在怎麼拉 有兩隻櫃子 你不會勾嗎 對 折起來然後這樣一路往上 它就不會軟掉 很厲害耶 掌聲 掌聲 這個節目很好看 馬戲團表演 可以定業起來 所以 做棺材 跟你的運會有關係嗎 應該說 魯班池就是古代 魯班是工匠很屌 那溫工球是台灣的一個俗語 一個禮語裡面把它翻譯成這樣 對 那實際上來說 我們自己來看 其實我們很難從風水的角度過去 繞過去說它會準 但是我後來看一本書上寫的很有道理 它是說其實在古代的時候 他們對於那個力學啊 或是對於蓋房的概念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只是最後觀察到 好像這樣子做比較撐得住 如果大家都照這個東西蓋 他到時候大家就不會出問題 那你知道另外一個魯班池的工業小知識 還有什麼工業小知識 前面的這個喔 它就這邊有一個Asobe 有沒有看到 這個Asobe的間距呢 1mm 然後呢 這個鐵板 1mm 也就是說呢 當你今天要量裡面的時候 你會拿它抵住 抵住它 然後量過來 對就不能喝了 不是 這代表是6公分 那你要量外面的時候呢 你拉開來 它會扣掉這個厚度 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間距 你會量不準 這你讓我換起來 我有回應你知道嗎 對 就我高中物語的時候考23分 是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你說完了 怎麼量我還是不然理解 為什麼它會量不準 想不到23分 思計思計 思計思計 文組 然後魯班池結束了就好 免工 木工 水電 依照五行 他們不能取的名字 喔 哇這個很酷耶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耶 我覺得這個討論很有趣耶 應該這樣講 他如果他的名字不能做這個 他應該就不會做這一行 就如果他做電焊 如果他做跟火有關的 他名字一定是火會比較旺 但是比較難的事情 大家突然說 那電在五行屬什麼 他是過程吧 欸 他是金吧 電有一個邏輯 電屬木頭 為什麼 電木 原因是因為在八卦裡面 這個正卦 正卦就是大鐵 正卦 正卦屬木 所以電跟木頭是有關的 但是呢 很有趣在道教的邏輯裡面 這個雷 就是電跟火也很有關 所以原因是因為就是你火有光嘛 電跟光有關 所以電就是屬於木跟火 大概是這樣 那可不可以我天生 我本命當中可能我缺木 我就故意去做木工 然後補我的木 應該這樣 你命中缺木做木工會很順 但通常你應該本來就容易去做木工 比較難的是我命中木很多 我已經不需要在木頭 那我的本名適合做什麼 哇你這個命的金很旺耶 金非常非常旺 金旺在幹嘛 金旺就做金屬的會很合啊 然後你命還是金旺帶火跟木頭 所以你可能適合雕金 就適合做這個行業 我前期的錢很多是靠鑄造金屬 如果土雕金就不一定 他可能是挖金礦 可惜 更賺錢 火雕什麼金啊 那如果要把這個人的 看得更細要怎麼看 那你的深層八字啊 深層八字來 哇專業 哇靠真的跟冰地表一樣耶 深層八字是不可以給一般人看 對啊 不然你的瘋狂粉絲如果拿去做做法 那我做馬賽克就好了 對啊 就大概長這樣了 瘋狂粉絲是可以推出你的深層的 那可以幹嘛 下揍 他如果拿到你的毛髮跟指甲可以下揍 那你愛上他之類 真的假的 對或是你把錢給他之類 可以學這個嗎 我發現學這個比較有用 這最可怕的是 我剛剛講一個有趣的 女生最常問什麼 老師能複合嗎 有沒有什麼法術可以做到他一直永遠愛我 那不是古漫童嗎 那個是 不一定古漫童 道教有些法術 合合術或幹嘛 下浮水 合合術是什麼 合合術 沒有沒有 合合術是前一部 那一部叫雙修 雙修 那合合術這東西最可怕的是什麼 你做了以後如果你不喜歡他 那就很輕鬆 假設你有毛髮給我 對 你要哪邊的 再加上這個 然後我們點火燒一燒 下在水裡面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做完 然後你喝下去 做完之後你就愛上我 就某一聽我不愛你的時候 你是停止不下來 很常發生這種事 那會怎麼天前 不會啊 那個女生就沒有辦法擺出場 最後就會被恐怖情人啊 很多故事後面就是會掐死對方都有可能 因為他被那個法術控制了嘛 就要找老師來做什麼的 所以如果你要創造這個市場 先教大家怎麼用 然後大家解不了之後 就可以找你解 這個都是我的報應 不要不要 不要 對啊還是不要以身士法 比較好 我現在有一句名言 就是你花這個 拿點命換他 那你不用錢收買他 對不對 薄金包一個 三個 對 比較快一點啊 不要拿命換 好我們要來看這個 想要問什麼 這間公司會不會解散呢 這間公司不會解散 這公司這個大紅大直 這個精彩可期 真的假的 對啊 你現在在說場面話還是 沒有這個很厲害 你這個命就是文彩過人 所以其實超人真實上應該要出書 你出書會中 而且寫英文更容易中 哇靠 哈哈 因為你這個文昌心跟天馬心在一起啊 就你在遠方容易爆紅 難怪以前我在國外混真的 比較順 都靠文講笑 我以前都 你知道我去美俄工作的時候 我要拜十顆那個魯班石 你知道嗎 然後就拿給老外 我跟他說你看這個拉過去紅字好遠 然後我老外超愛耶 那你可以自己上面寫刻度耶 超屌的 我又沒有想過 我又沒有想過出英文版的 我先講囉 以後不要大家不要抄喔 還是有什麼想要做捲齒的廠商 可以找我們合作出英文版的文工詞 拉起來耶穌愛你 你明年容易有潮花煞 潮花煞是什麼 就是要想像女粉絲愛上你 我們頻道才5%的女粉 哈哈哈 這是狂粉啊 狂粉 聽完這一集之後還偷剪你頭髮 開始把它燒掉 你會嚇皺啊 對看起來是 但是明年會很紅啦 其實你可以考慮出衣服啦 因為你的Style大家會很喜歡 狂粉商品 尤其是女生很喜歡 所以更有趣的只有5% 就賣給這5%的人 我們就賣5% 我們就賣超貴的 或是叫他買給男朋友 對 有道理 對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大事 那整體來說方向發展非常對啦 就是到你明年後年 後年會大紅啦 而且應該是會到國外去 你知道我曾經在很小的時候 我剛當完兵 然後我曾經想要去工作 我就打電話 他就問了我 跟你一樣 問了我的出身 生肖 然後之後他就跟我講是說 你不用找工作了 你這個人一輩子都不需要找工作 你適合當老闆 然後你也不適合來上班 然後人家什麼 找你去幹嘛幹嘛你也都不要去 然後之後就很有趣 然後之後他就說 你在幾年之後你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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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媽都被他說中了 就是一個算命師吧 對我在104裡面那個時候 你去應徵什麼 電視台第一百多台電話 沒有沒有 電話好像是一個什麼 什麼設計的公司 還是家具的公司之類的 所以你這個命 確實是老闆的命啊 你應該是敏感體質啦 這個命如果 怎麼叫敏感體質 你如果不做這個 你如果不做這個 可以啊 給我卡一下 你這個命如果不走這行啊 很適合當陰陽師啊 哇操 安倍勤明什麼之類的 什麼是安倍勤明 可以有很多鬼手蝦 阿咪投完 對對對 你春雨 我以前有遇過雞生 他跟我講說 以後你會有很多圖子圖順 然後很多人 就是多多 就是幾千幾萬那種 但是一半以上都是更生人 我是看不出來是更生人 但看得出來是陰陽人 還是第三性 不是 第三性公關那種 以後我會開個酒吧 然後酒吧就是都是第三性 阿作為夢到神 你說你夢到神 神明 他可能就想說叫你招一些手下 就這樣 他有叫我修行 但是我不修 然後就不爽 他就發怒 然後我就 我就有一次在有一間廟裡面我就 我就想起那個人是誰 他就在我夢裡面不爽的那個 真的假的 你知道哪個神這樣 對哪個神這樣子 哇靠 因為我想要我的朋友太 太玄玄 對對對 我對宗教本來就沒有 你比較中性一點 我屬於反而我反而像無神論 喔無神論 就是我不覺得這個人真正的存在 但是我喜歡他的那個信仰跟信念 對 所以就是關公是不是一定要長這樣 不一定 但是我喜歡他那個中甘義膽 喜歡他那個信號 對對對我喜歡他那個個性 他想知道什麼 還是你們想知道什麼 偷虧你們老闆的內容 後面有嗎 我覺得是想要問後面的 其實不關心老闆 後面有沒有人 不關心老闆 我以為是後面有run down 你知道 有問題啊我們來看第一個 沒有後面是另外其他人的命牌 開始後面看起來 我怎麼說會加薪 我怎麼說會 我們來看其他人 偉差今年這個工作運很好 但今年要注意交通 因為交通不順 後期的問題想要問 假設你都算出我們一二三四 公全公司四個人 在哪一年的時候都交通不順 對 是不是就是類似一種出差一起車換 不一定要搞不好 你去員工旅遊 但去不成啊 但也算不順 他不一定就是要修容 不一定要什麼 我以前有聽過老師傅說破車關 就是你自己拿車去裝個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關就過了 這是一個方向啦 捐血 但是你怕一裝狀態嚴重 你可能本來沒那麼嚴重 狀態大力 他適合開頻道 明年蠻適合的 明年做教學蠻適合的 對可以開個教學的頻道 超認真少女 扳手姐姐要出來了 沒有他我們已經想到他叫扳手姐姐 扳手姐姐啊 明年開頻道會忘 很不錯 很不錯 他很忘你的正財 有有有有有 因為他進來之後 我們的確增加了不少公司收入 對啊很忘你的正財 有一些事情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公司就賺錢 真的真的蠻常常的 他果然是屬於這陰陽人的夥伴 這個也是 玄學夥伴 這個也是 我覺得這個也是他常常 暗時做完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們公司就賺錢 這個是Yo嗎 這個人更酷 這個人是 這個是你跟他一起合作 兄弟是不是 不是他很忘財 對他不錯 他很忘財 你說我幫他忘財 對你也不錯 對你來說會讓你比較容易 能存下錢來 會有一些這個 會有一些 輕鬆錢 可以存下來 有有有他今天有蠻輕鬆的 明後年都算桃花很旺 那明年的是野桃花 後年的比較正 野桃花是什麼概念 就只打炮不談戀愛 蛤 好好喔 這節目是今天錄到這 全劇中 你24年擴大的時候 如果有女生 可能會太愛你 就是你可能會 因為員工都有這個 桃花問題 發文說你就是 信心大這些 我操 人家不會 你人這麼好不會啦 色色的 高敏感就行 那如果我中間突然轉行 去做陰陽師 阿彌陀萬 如果你做陰陽師 你2023年的時候 應該不會是桃花煞 而且你會跟狐仙有關 狐仙感覺很正 我對於這個一般 一般的哺乳類全科動物 沒有什麼特別騙到 哈哈哈哈 What CAD就是GREATES at Taiwan 是為新媒體所創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ummy Video 並且訂閱CAD 你就可以提早14天 看到我們超人真的影片喔 掰不